經濟部被抓包 發文各大工業區 要求員工要填寫 國產疫苗施打意願書 蔡政府當初說 可沒為國產疫苗 去擋BNT等疫苗進口 柯文哲說蔡英文此刻心態 恐怕用這句話來形容 你說開文叫做 政府終於不言了 政府終於不言了 諷刺蔡英文酸度爆表 柯文哲在警告 如果6月28號後分區降級 小心疫情將如乾柴烈火 就好像一堆乾柴你知道 一個火種下去就燒起來了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局面 我認為這不是台北的問題 也不是雙北的問題 這是全台灣的問題 新北市說要對 新冠肺炎死者的家屬 發慰問金 柯文哲隔空互槓互別苗頭 我們花放慰問金每人10萬 花放的對象是涉及在本市 因感染新冠肺炎的往生者 那我問你那以後流感的 腸病毒的 甚至水痘 泡疹要不要 我還是要有一致性 不要 不要每次遇到一個問題 就一個反應 拼防疫聲量 雙北多少意見不同 但想儘速解封 雙北市長同聲告訴市民 不要想太多 記者張超 彭旭國豪 SNG小組 台北新北報導 臨時 密集合